而今天呢台湾也呈现股会双杀的态势 主要受到中东的地缘政治摩擦影响 所以台股痛失了2万点 我们带您看到呢今天4月16号已经跌破月线 灌破了2万点收盘指数说在19901点 跌了547.81点跌幅达到了2.68% 几乎普遍呢所有的股民今天可能看自己的收益 都是绿油油一片的 而其实呢这一回台积电的表现呢 收盘是收在788元跌了18块钱 盘中崩跌了非常非常多 而新台币的部分呢也扁破了32.5大关 呈现了股会双杀的态势 而且呢会议人士也表示 接下来呢美元可能是因为避险需求推升之下 很有机会呢再让台币更为弱势 要谨守的33元大关了 而其实国际间的政治局势不确定的因素 对于美国股市影响那么台股也没有办法幸免 下底的主因呢就是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 虽然现在在美国总统拜登的调停之下 以色列战时没有要反击的态势 似乎这样的冲突呢在持续收敛当中 但是市场的恐慌导致多杀多的态势 以及美国的通膨仍然严峻 这个水平依旧没有降下来 所以联准贵的降息预期不断的延后 这些诸多的因素都导致目前国际股市 还有台股以及亚币的动荡 台股市首2万点大关 开盘就跳空 开地走地一路下挫 跌300点或500点都不够 因为盘中一度大跌605点 16号台股开盘跌84点 开在20365点 一分钟之后跌170点 但跌是没收敛 分三阶段往下杀 9点21分跌392点 10点13分重挫520点 没想到12点35分左右 大跌605点 指数最低触及19844点 宛如大血崩 最后收盘前小幅回血 下跌547点 收在19901点 台股撞下近18个月来 单日最大跌幅 个股绿油油 全只股也全倒 台积电盘中曾大跌21元 最终跌18元来到788 市值蒸发4600亿 鸿海一度跌8.5块钱 最后收在141 而联发科则是狂杀55元 跌4.95% 股价掉到1055 外资提款汇出资金 新台币盘中一度重贬 1.82角 中厂收32.49元 贬值1.12角 创下近8年来收盘新低价 金价持续往上标 上周国际金价一度 达到历史新高价 台湾美钱黄金 来到9260元 专家说这辈子 没看过这个数字 认为如果国际金价 占稳每盎司2500元 国内金价有可能涨到 1100万元 TVB的新闻线文响 红军委特报导 好金价跟白银金金涨 而今天台股呈现 股汇双杀的态势 大家不晓得 这一波的行情影响 对您来说 520的行情 还值得期待吗 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 来互动 不过今天呢 在宜兰公正路的证券行 正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因为今天呢 股市表现不佳 结果呢 他们的证券行也发生了 火警导致不断电的系统也中断 现场是烟雾弥漫 不过好险并没有影响到 正常的交易 以及网路的下单 正常公司办公室内部烟雾弥漫 仿佛身处在云雾中 员工鸟受散逃离 消防人员找到起火点 因为他都关掉了 现在都是关掉 不许是他现在主席在找火 深入办公室小房间 烟从系统房内不断冒出 整个办公室瞬间断电 16号一早台股暴跌 证券行内部真的碰一声 电脑关系交易全中断 早上给500多 刚刚在海门倒烟之前 就以500亿起 本来500点已经看到了 下来490几点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510点的时候 我们电脑整个就啪不见了 然后18几十几 真的正装的上班族 在公司一楼交集联络 开趴下单会出问题 幸好没有受到影响 16号上午台股开盘后 一路狂跌 盘中重挫600点 失手2万点大关 结果同一时间 会在宜兰罗东公正路上的证券行 传出火警 不断电系统 疑似电容满载过热 起火冒烟 造成整间办公室都飘散白烟 幸好所有员工都及时逃出 无人伤亡 正确公司进一步调查 系统断电跟交易量无关 网络下单不受影响 不过一场失火意外 让行员们都惊魂未定 TVBS新闻简大臣一栏报道 好 现场获尽有惊无险 那么刚刚线上的网友 何天地山五 冷说新话不是直播吗 我们现场是即时直播 那么大家我也会在留言区 跟大家互动 但是我们从棚内播出到 送到你的手机或家里头的电视 大约会有几秒到半分钟的秒差 所以才会出现我好像还在播新闻 同时在回您留言的这样的情况 并不是有分身 而其实我们要带观众朋友 来关注到的是 近期全民话题都是您通膨有感吗 是否觉得要吃到铜板美食很困难 而月底有一种吃土的危机感呢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其实电价确定调涨之后呢 其实不管是小商家 或者是一般住宅 通通都有奖 通通都要涨 民生用电的部分呢 住宅在330度以下 小商店在700度以下的 相对轻量用电户呢 是涨3% 不过这个占比哦 其实占了所有的用电户 93% 有1250万户左右 而住宅跟小商店 他们用电在331到1500度 这个区间是涨5% 简单来说呢 您可以看到就是用越多涨越凶 那么用电大户可以涨到10% 所以这个夏天节能审探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不过很多营业场所冷气不开 顾客还来吗 面包店这个烘焙的用具不用 你怎么烤面包呢 所以现在其实呢台北市的服务业的 官的补助会编列4700亿的预算 也是鼓励大家把设备升级 节能省碳爱地球之外 也可以省荷包 而产业用电的价格呢 目前来看可能平均的涨幅 会来到12.7% 但是很多小商店 他们的利润可能也是抓在两成左右 其实对于成本的提升来说 非常非常的显著 而可能会影响到今年的通膨 光店价的部分 目前估算就来到了0.23%了 所以现在可以说是物价 随着电价调涨蠢蠢欲动 我们记者就直接直集到 在新北市永和知名的冰店 一碗已经涨到了120块钱了 头粉圆搭配这片冰 天气越来越热 不少民众喜欢来上一碗冰 透心凉消消暑 但却有人觉得价格稍微高了一些 网友在地方社团发文 说自己到新北永和知名冰品店 吃育员冰 说以前吃都是大盘子装 现在内用改小纸碗装 料变少 冰也变少 各个品项都涨到120元 只好点最便宜85元的 也有人留言说 的确有一点贵 之前也有涨过价 这样子一碗啊 你觉得他还卖多少钱 80 民众才80元 但其实是卖120元 不过我们实际来到店内 发现仍然有不少品项 是低于80元的 老板也澄清 改用纸碗 份量并没有减少 调整价格也有原因 原物料像芋头 最近真的一直在涨 现在是有钱买不到芋头 然后加上人力 你那个薪水 就是开再高的薪水 也不一定找到人 店家长时 菜长缺员工 不得已部分品项为服 涨五元 其他都是维持原价 并没有胡乱涨价 不过现在不止冰品 美食卖场原味小餐包 129元一大袋 现在买不到 剩下一袋 约240元的乳酪面包 网友推测 是否因为原物料上涨 改卖比较贵的餐包 美食卖场则回应 这是单纯的品项调整 并非物价上涨影响 不过现在是东西越来越贵 民众担心 平价的商品 因为物价影响会越来越少 经打细算货比三家 只希望花少点钱 就能吃好料 TVBS新闻 李政文 黄凯敬 新北市采访报导 我们线上的无人记长也说 这个主播这么美是真人 还是AI是真人播报 所以才可以积问积答 不是什么深层式的主播 而继续刚刚看完物价 那么物价不停涨 您有好心情 薪水有跟着涨吗 这恐怕是普遍工作者的心声吧 而我们要带您看到 最近可能工资涨的比较有感的 就是这个特殊的行业了 就是钥匙 因为我们带您看到 其实钥匙的薪资情报 我们搜集了6多的情报显示 其实像是在台北市中位数 是落在83.9万 新北市是79.9万 那么在桃园台中台南高雄 都有70万元以上的水准 不过我们刚看到这个是中位数 但是如果往天花板顶标来看的话 其实钥匙的薪资应该算是还蛮不错的 在台北市可以来到96.6万元 新北市更有100万元的百万年薪的水平 而先前呢 连锁的大树药局才说 他们急于展店需要很多的药师 甚至开出了月薪上看 10万块的这个待遇 跟这些医学中心来抢人 所以也呈现了这种专精的专业职缺 其实在市场上非常非常的稀缺 而且同时呢 在对照一些国营事业的起薪 虽然他们算是相对来说 油水的铁饭碗都可以来到月薪 4万一到4万二 但是跟药师相比呢 似乎还呈现了很大的差距 不过也有人检讨 其实近年来呢 大家都说台湾的经济好转 但是薪资成长是否是整体产业共享 恐怕是不一定的 今天看基层药师的新生 到底是不是有到达10万这个薪水 大树药局力拼展店计划 预计2025年全台门市将来到500家 国内统计职业药师为3万多人 过半数在社区药局诊所工作 想要招揽人才加入薪水是一个最大诱因 而董事长郑明龙不惜喊出 北部药师月薪上看10万元 尤其现在药师平均月薪为6至7万元 一旦领到10万还会比工程师高 但基层药师也提醒背后藏的隐忧 其实这个10万 他要讲他的工作内容跟实数 所以有时候是看得到吃不到 毕竟工作不只看待 于工时上班天数也要纳入参考指标 其实还有大家不知道隐藏办高月薪职业 船舶监管人员饮水员这样的工作 他们的月薪上看超过12万 但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 那另外排名第四的就是所谓的运动员 不只是饮水员运动员一旦需要专业的技术 像是土木技师水电人员基本月薪超过10万 尤其水电一天最多赚进4500元 过去被视为铁饭碗国营事业 今年新进人员招考部分 像是台电中油台糖和台水 总计665人分为23个类别 其中电机类名而最多月薪上看4.1万至4.2万 而台铁最近公布公司化后首都招考名单 正取仅756人其中台东段电机人员月薪 3.3万预计招募7个人 最终只有一人报名引起讨论 民众认为敌月薪高专业离家院还要轮班 以这种状况下实在乃说服求职者加入 特别新闻徐猛杰王思纯台北采访报道 好 钥匙的薪资待遇呢 在我们的留言区也引起讨论 很多人像Eric说钥匙的薪水不好 又累钱又少 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说钥匙的薪水实际上似乎没有这么多 那威廉也说要自己开业 钥匙自己开药局才有办法赚钱 所以看来各行各业呢 都是要自己在努力拼搏一下 才可以达到让人羡慕 相对于同行来说令人羡慕的薪资水平 不过先前呢 其实医学中心也说他们很缺钥匙 因为医学中心的钥匙的薪资水平落在6到7万块 而外头的药局呢 会愿意比他高出一两万来进行挖角 而且呢 相对于在医学中心工作 在药局工作呢 比较多跟人接触的机会 也比较吸引年轻的药师了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的是 我们刚讨论完薪资 现在您户头的储蓄这个数字水平您是否还满意呢 您知道吗 台湾的超额储蓄率可是独步全球来得多来得高 我们带你看到2023年亚洲国家的超额储蓄率哦 来我们看到日本是3.3% 中国大陆是1.5% 南韩1.3% 那我们台湾呢 来到了15.46% 真的是好想赢韩国超额储蓄率就妥妥的赢韩国 也赢了日本跟中国大陆 可是这样的赢法对于整体的经济来说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其实就是有很多的闲置资金都存放在银行里面 没有做有效的运用 如果观众朋友您熟知一些比较基本的经济学就知道了 如果这些赚来的盈余没有再投入于投资 创造更大的价值的话 反而呢这些钱放在银行是很容易就被通膨给侵蚀掉的 所以过去呢不断有专家还有中研院的院士说 台湾的超额储蓄率高 其实不是仓富于民 而是另外一种经济容易停滞的危机哦 而这超额储蓄率呢其实就凸显了 企业赚来的盈余 但是没有再进行投资 而这里讲的投资并不是投到股票或是金融产品 而是实际的去盖厂房参与公共的建设 改善我们的产业升级跟整体的居住的品质跟环境 而家庭里面有钱的人也不消费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通膨的关系 大家都会想要规避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 所以反而越来越想要存钱 这些都不利经济的发展 所以现在呢中央银行呢 希望能够让这些资金能够流动 能够从储蓄户里头解放 提出了三个解方 第一个解方呢就是强化政府的BOT量能 再来引导民间的资金来发展金融的服务业 还有数位的产业 以及善用超额储蓄率进行跨国的并购 希望把这些储蓄率变成经济的投资活水 现在大概出社会也快十年左右吧 然后存了快一桶金左右的薪水 日常生活省吃俭用 陈先生每月努力存下薪水的三分之一 现在已经存到人生第一桶金 如果就每个月固定会把一笔钱 就是固定存下来 然后就是剩下才拿去滑用 大概是三分之一到三分之四分之一吧 因为现在买东西什么都很贵啊 然后想说只有老了之后 如果就是退休没有钱也很麻烦 所以还是想说多存一点下来 会比较好一点 努力存钱节省支出 高通膨下物价不断涨 除了生活必要开之外 尽量减少花费 光是填饱肚子 每月至少要花一万元 一天三餐 如果单纯就餐费的话 大概四五百块吧一天 所以就会相对来说 每个月花钱的时候 都会再多想一下这样 就可能以前周末跟朋友出去 可能就是喝一杯啊 或什么之间 现在可能就比较少一点点 玩乐的钱 可能相对来说会减少一些 近年来在大环境的影响下 民众倾向多存钱少花钱 行政院主计总处就预测 今年的超额储蓄会来到百分之十五点四六 超额储蓄会高达三点八兆元 不仅连续五年突破三兆元大关 更创下历史新高 所谓超额储蓄就是国民储蓄毛额减掉国内投资毛额 而台湾的确是一个储蓄率超高的国家 从数据来看 超额储蓄年年快速成长 一百零二年仅一点六兆 一百零三年升破两兆 一百零九年开始年年都突破三兆元 有七成是来自企业储蓄 虽然是经济实力的展现 但也是压力所在 若储蓄远大于投资 代表财富闲置 企业投资不振 家庭有钱不消费 不利未来经济发展 学者认为 要改善超额储蓄 应该从货币政策着手 我想超额储蓄在台湾 一向是很高 那最主要就是说 这种投资的这种动机 跟动能不足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说 对未来的这种景气展望 比较没有一些信心 那这个都会导致这个储蓄 比较高 高于投资 那至于说政府呢 怎么样因应这种 所谓的超额储蓄 那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透过货币政策 比如说用降息的方式呢 让这一个投资的动机 能够拉抬上来 那此外呢 促进这个消费 那让民众呢 愿意就是说 把钱呢 从这个银行提醒出来 去做这种消费的这种活动 事实上太高跟太低 都会有问题的 那有没有最适的 老实说 我相信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超额储蓄比较高的时候 其实它背后隐含的是 它的花是花得比较少一点的 那企业在投资这一块 可能也比较谨慎一些了 那这些东西 一定会造成你的投资 变得比较缓一些 我国去年 超额储蓄率明显高于 其他亚洲国家 南韩仅1.3% 日本3.3% 而中国大陆1.5% 也远高于美国的 负4.2% 央行就提出三大解方 像是增强民间部门 参与公共建设量能 引导民间资金发展金融服务业 及财富管理业务 另外台湾资源有限 善用超额储蓄进行化国并购 也是方法之一 专家也进步指出 企业资金闲置严重 投资将成最大关键 你如果要让超额储蓄变比较缓 那可能比较快的方法 就是增加投资 但是增加投资 这边又衍生到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投资是要看成本效益的 不是说我只要乱投资就好 所以央行提了这几个 不管是哪一个 它的目的都是希望说 能够让投资率能够增加 台湾超额除去惊人 想办法引导企业将资金进行有效运用 让民众愿意花钱提升台湾经济 是政府长期面对的难题之一 TVBS新闻 黄冠伟 刘燕轩台北采访 有什么东西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